為了避免它再度發生放鬆事故 我們就這樣子講 那其實我們應該說 未來有機會還是持續來挖垢 因為畢竟應該說只要水保局還在 這些東西應該都會還在 而且會持續地擴充 只要台灣還在的話 那我們持續地去擴充這一些架構 就是我們在既有的一些平台架構上 我們內容會持續地擴充 而且會跟著我們的業務一起成長 那隨著時間的累積災害 它可能也會變多或是變少 但是我們會學著與它共存下去 那這一些的資料它都代表了 不同的時間地點或者是不同人們 所遇到一個問題 或是說我們期待能夠克服 或者是去維持我們想要的一個生活等等 那我們收入的影像也是持續地在擴大當中 那不管是大家上傳的影像 那我們持續合作的單位 未來可能擴充到像臨時小熊 我們今年合作的一些課綱教學的應用 未來我們甚至跟台式博 或是一些線上策展的資料的整合 那以及說未來我們資料持續地去進進 跟各個單位做合作等等 那包括像我們目前在FB商的社團 也是持續地在跟大家去做像專業領域的討論啊 或是未來防災防台缺水等等的議題 那這個都是我們未來在持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今天在各個夥伴 那包括還有線上的夥伴們一起努力的成果 那其實我們雖然上傳的沒有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著重在定位 那定位我們今天定位的還蠻多的 兩百張 我們突破了到二字頭 非常感謝大家 各個夥伴的一個幫忙 那再來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其實這一些定位完的資料 它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應用 或者是應用出來的一些效果 或是什麼 那像我們以我們的一個服務 就是BGIS的一個線上圖台來說 它其實可以跟資料的一個搜尋 現有圖台的服務 包括我們的合作的好夥伴 OpenStreamMap 像這一些服務整合起來之後 它可以在GIS的範圍上去幫我們 去尋找呈現跟做一些記錄 那以及說我們今年在跨平台的一個資料整合 就是以我們水保局來說 BGIS是我們的一個線上展示的WebGIS平台 跟我們提供了很多衛星的圖像 讓大家做參考 同時也結合了我們歷史影像資料庫的 宅海地點時間 所以它結合起來 我們今年開發的新功能 是故事地圖 也是今年跟臨時小學合作的一個主題 大家可以去整合自己喜歡的議題 我們講說資源地圖 我們去了解一個流域跟地方 它各個水質環境液體居住 還有說歷史災害 它的一個面貌 然後做了一個整合的APP 然後這個是用Mapbox下去做的一個服務 跟一個示範的一個應用可能性 那所以說在未來我們都還是會持續走下去 那或許可能如果比較有時間 那我們會持續的來大松 那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成果 如果沒有時間我們還是會在線上 可能用其他共筆的方式 或者說未來跟各個不同單位的合作 去擴大這些成果擴大這些應用 那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專案 可能是政府的機關或者是社群 還有在運作中的 有興趣的也歡迎各位朋友 可以來跟我們聯絡討論 謝謝大家